親愛的范范妹 台灣現在已經不太一樣了 你做了什麼人家都難免會攻擊 那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單位寫 當時那個口罩事件出來 然後說我挺范范 我沒有 我是勸他說不可以罵人 這個媒體記者他們惡意栽贓 說我挺你 我才倒楣的 平安夜都在工作 到下午兩三點打電話給女兒 三個女兒 兒子我不會打電話給她 因為她有她的時間 然後通通沒有回電話 我看到了Sandy交換禮物的訪談 對 我才知道有交換禮物這件事 沒有要請你 沒有要請我 後來下午三點多的時候 四點要開那個重要的會 我就貼上去Merry Christmas 所有人在驚訣 糟了 怎麼忘了這一個老先生 這樣 旁旁旁我開始 啊怎麼樣 都像哈拉我 啊啊啊啊 耶誕快樂啊 怎麼會快樂 好耶誕這麼happy 然後都沒有邀我這樣 人鄭重宣布 我也沒有看過比我更好的父親了 不要再當一個 競爭任的父親 好 那今天可以講什麼嗎 等一下看到Fandy 我父親的工作就到今天為止 一年的婚期 決定 還沒還沒還沒 給他們在在 那個彼此觀察一下 對不對 那宣哥會氣到不想去嗎 蛤 對 缺席 還是海島婚 沒有邀我耶誕夜 有邀婚禮吧 結婚會邀你吧 結婚會邀你吧 有要牽著手走紅看嗎 結婚沒邀我 哈哈哈哈 不要崩潰 我是做了什麼壞事 結婚跟邀我 該是圈內的大哥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有時候受人點滴 當思 全擁抱 那 時代改變了 什麼關心小桌 小桌啊 怎麼了 你說說2020年活了 是不是失敗的自己啊 對啊 這人總是檢討一下自己是OK的 對啊 我跟他也經常會安慰 我會跟他講 不要緊啊 你就是告別了一段情感 那女生比較強勢一點 那個 那個 楊青 楊青妹妹 對啊 那 大家會把她牽扯到太遠 兩個人相愛OK啊 對啊 分手了也沒辦法 互相給祝福啦 不要給詛咒 對啊 所以你知道她那個文青月 違建的空中有什麼東西嗎 我不知道 因為你不是也在那一棟 那個樓上本來是我要買的 對 那因為她這個建商也是 不建怎麼會叫建商 賣給他 賣給你 對原來她加了一點價格 對 那個應該不是油泳池吧 那只是要做一個造景 還要怎麼樣 我搞不好 你就是違法 對 違建啊 那沒關係啊 小住衛主義 因為多事之秋 要特別謹言盛行 要小心一點 憲哥最近有關心辛龍的狀況嗎 或是 我 這個 從上一次開始 我就不再聊他的事情 對 唯一能讓自己走出來的 就是自己 那我講了比更多人更多的話 對 真心的一個關愛 也一語言表 那還能再說什麼 那約還在忙 嗯 不在聊他的事情 哦 好 讓他自己去沉澱 嗯哼 那你有看到范范那一篇嗎 嗯 很長的那一篇 呃 不應該再去提這件事 對 嗯 對 親愛的范范 妹 都是圈內很乖的女孩子 那黑人也是 也很熱心 願意去做很多的事情 但台灣現在已經不太一樣了 你做了什麼 人家都難免會攻擊 那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單位寫 當時那個口罩事件出來 然後說我挺范范 我沒有 我是勸他說不可以罵人 有沒有 你們都在嘛 對不對 我說不可以這樣罵人 對不對 人家也是想要希望能把這個事情做好 但是對於口罩的論點 我提出我個人的看法 所以你覺得范范不用再特別提這個事情嗎 不用啦 因為提 然後又覺得 覺得說我後悔講這些話 是比較沒有必要 我們發自內心的覺得說 不好意思啊 我就說不定了 我幹嘛 對不對 你看這個媒體記者 他們 惡意栽贓說我 挺你 我才倒楣 我挺你是說 我不是挺 我說針對口罩這個事情 應該怎麼樣來解決 是會更好 提供一個老百姓的意見嘛 也是有一堆 那個可能是網軍還是什麼東西的 我在後面啊 你也不能跳出來 我們來對譯嘛 不服來戰啊 這樣才對啊 我要去相親囉 喜歡就衝一個啊 你讓我笑也會 你讓我笑也會 你放開 你不敢說 你不拒不拒想你 心跳快到不能自己 你更不會有生命的危險 順利包的 快把你開那裡對不對 我可以 曹君這個人交流有一點複雜 就不要隨便選別這樣 那我會協心比你 我 我才沒有人 我才沒有人 走啊 你有沒有在聽 嗨 你們好 坐下 我也可以幫忙 是我們第一次見到妳 所以妳希望妳是 身高 體重 有沒有車 有沒有房 哇 還來了喔 現在立刻馬上去換衣服囉 沒有想到妳那麼矮竟然這麼重 到底為什麼要坐推車啊 妳離那個叫Keyman 每個越遠越好 在發想 妳讓我笑也好 蔡浩潔 喔 妳還是愛情幫我叫醒 SURPRISE